最近我看到一則新聞是 HTC要做一個可以與VR眼鏡連動的 元宇宙手機耶 哇現在連元宇宙手機這種口號都喊得出來 差點笑死了 這不就是2016年LG在玩的東西嗎? 大家可以去搜尋LG360 VR REVIEW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知道說 當年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經有人在玩了 拜託現在都2022年了耶 HTC竟然在幹這種蠢事喔 那既然他蠢事幹這麼多 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那些連HTC幹過的蠢事 第一個裸式3D的手機喔 在2011年的時候 當年有一股旋風就是電影院流行著3D電影 IMAX的3D電影喔 沒有錯那些電影看起來 真的是比一般傳統器材拍攝的色調對比 解析度那些都還要來得好 但是就在當時也隨著這一股迷思 出現了3D電視喔 試圖要把IMAX的電影院3D眼鏡把它搬回到家裡面 那3D眼鏡一出來之後呢 HTC很天真的就想要說 那我們應該要把眼鏡這個部分 都不用帶 就直接有一個裸式3D的手機了 不過他也確實做出來了 解析度只有540p喔 看了眼睛會特別痛的特色 然後看了頭會特別暈的手機 當時我還特別去專櫃體驗了一下 發現能夠欣賞裸式3D的片 太少了 也就是說你望眼看去 到底有多少片源是3D 那你平常滑網頁你也不會去用3D 這件事情嘛 那普遍的人拿手機都在幹嘛 打LINE嘛 看FB嘛 上網嘛 那在當時是玩開心農場嘛 那個年代2011年耶 想像一下大家手上的手遊是什麼 絕對不是什麼全3D的手遊 而是一些簡單到不行的 2D網頁遊戲那種水準的東西喔 那說到頭來 到底是誰需要這種東西 你看到各家連抄襲都不敢抄襲 默默的在市場上就消失了 你現在看到有哪一個大廠跟你說 他要做3D手機嗎 裸式3D的手機呢 根本就沒有看到 那如今跟你說裸式3D 我想有很多觀眾今天才知道 HTC幹過這種事情吧 那再來我們來講第二件唇是 BITS耳機加手機喔 HTC曾經在2011年 買下了BITS的多數股份 那收購的目的是希望藉由BITS這個品牌 這個光環 來為他的手機增加一些競爭力喔 但是在2013年9月呢 HTC又把股權全部給賣掉了 賣回去給BITS 再也沒有看到他們互助合作的部分了 那說實在的 他在玩金流 他在玩金錢流動商業策略這個我們就不得而知啦 但是好笑的是說 誰到底需要一個HTC手機 綁一個高貴的耳機呢 說實在 我要耳機我自己會去買Sony的耳機 或者是鐵三角的耳機 這一些耳機都比較專業而且有CP值 那買專用的耳機 像我們這種買專用耳機的人 你HTC就乖乖的去做一個3.5mm的孔給我就好了 其他的真的廢話不用太多 我買一隻手機強制被綁一個BITS耳機 這是啥小勒 我親眼見證過最可笑的就是我哥有買 然後我哥本來是一個潘娜的 所以他買那種潘娜的東西我真的不意外 結果他拿到手機之後呢 立刻把耳機收藏到抽屜裡面 一年用不到幾次 還有最好笑的是很多人買了之後呢 把耳機單獨的在網拍給他賣掉了 這就證明了一件事情 大家不需要這種東西 但是你硬要把它綁在一起賣 最後當然也是無期而終啦 最近看到一個笑話 就是iPhone的Type-C現在要5000塊 那我在想說會不會買iPhone的時候 沒有Type-C的充電線 你要額外買那條充電線 所以要再加5000塊 這是一個笑話 應該不是這樣子 有時候會不會有這種概念 那再來我們再來探討他 另外一件蠢是區塊鏈的手機 2020年左右呢 數位虛擬貨幣的上漲 讓大家都能夠朗朗上口 說起了區塊鏈跟虛擬貨幣 但真正需要所謂區塊鏈手機的人 我相信是少數中的少數 何況許多人沒有那個功能 本身就已經搞區塊鏈貨幣 玩得如魚得水了 何必再買一台性能不怎樣 CP值不怎樣的 號稱區塊鏈的手機呢 不覺得跟現在2022年高喊著 元宇宙手機 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笑點嗎 看看那些錢太多到可以亂搞的企業 三星失敗了 VR眼鏡 三星還做了手機投影機 拜託這才厲害 現在HTC開始要追人家失敗的產品 那就知道他有多好笑 讓我們繼續的看下去 也許再過幾年後 又可以把這個 一個失敗的產品 再納入這個影片裡面 然後就會越接越多的這種 失敗的案例 所以HTC到現在一直都是在做 失敗的案例 也難怪持續的走下波 VR雖然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像我個人爬山我都使用VR 攝影機在拍 VR攝影機讓我能夠回到家裡 繼續欣賞我各種角度的畫面 甚至我本來在爬山的時候沒有看到的畫面 都讓我一併納入了 所以VR很重要 但是大家到底需不需要用VR眼鏡來看影片 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VR影片用一般的電腦就可以看得很開心了 用一般的手機滑著滑著旋轉就可以很開心了 根本不見得要使用到VR眼鏡連動的手機這件事情 來觀賞影片 那個最終會是一個極少眾的人在玩的東西 這就是我最真實的感受 分享一下 來吧 我只能花看了 可以看你們這是什麼 一萬兩輩子 那樣大家想看 我現在去看 那你小看 我看來吧 就不是錯了